那天然後隔天可能不太舒服 現在好很多了 基本上沒有症狀了 我也沒有 我也沒就是頭暈或者沒吐 輕微腦震盪後首度現身 高雄鋼鐵人球員林舒豪 先跟大家報平安 說自己早中晚都和醫生聯絡 17號還會回去檢查 要粉絲球迷好好放心 只是傷勢好了 疲憊感卻沒少過 我已經從八月到現在 不但是身體累 心滿累 有點像就是就是有一點這個 加班的一種感覺 因為我兩個父母都在 我最後一場都問了我 你不可以退休 結束在台第一個賽季 林舒豪透露已經規劃好 要在18號出國度假 讓自己好好休息沉澱 更思考下一步動向 我應該會繼續打 可是我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下一步 去哪一個聯盟 去跟誰打什麼 去哪一個球隊 這些對我來說 我還沒開始想 林舒豪語帶保留 但出席活動前一天 他在自己的限時動態上 寫著明天是我最後一次 還說謝謝今年的支持 球迷好擔心 這是不是準備離開台灣的暗示 會不會有可能是 最後一次公開在台灣見到他 也許 當然希望不是 心情有點糾結 做什麼決定 我們都是在他後盾支持他 對 那當然是說 我要說出粉絲們大大的心願 當然是說他可以繼續跟鋼鐵人 爭取這個明年度的總冠軍 舒豪哥我們都希望你留在台灣 林來峰睽違十多年再回歸 但賽事一場接一場 還在場上碰撞受傷 真的得先讓豪神喘口氣 而外界關注他下一步 往哪走至今還是個謎 靖新聞該名請謝宏睿傳播到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